大家好朋友们啊 马上就半夜了啊 23点55分了 还有五分钟 就是2021年的6月23号了 但是现在还是6月22号啊 前两天啊 有一位非常可爱的粉丝 提醒我 6月22号是苏德战争爆发纪念日啊 感谢 1941年6月22号 如果我没记错是凌晨4点钟 这个天啊 似亮非亮啊 这个萌萌亮佛小 正是人们睡得最香 最甜 最熟 最深的时候 是吧 夏天嘛 人们一般都苦夏 俄罗斯人也苦夏 是吧 苏联人也苦夏 这个春困秋乏 下打盹啊 睡不醒的东撒月 所以说呢 这个德国人就选择这个时机 发动了战争啊 我记得当年的说辞啊 从波罗的海啊 到黑海这个绵延横跟几千公里的战线上 德军啊 法西斯悍然入侵了伟大的苏联啊 当年反正啊 共产党啊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历史书就是这么说的啊 一定要说这个话题 一定要说 是吧 这个法西斯 必亡 不管他曾经多么的张牙舞爪 武装到牙齿 多么的不可一世 多么的自以为是 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 天老大 他老二 是吧 脸太大了 牛 是吧 不可一世 这个穷兵独武 但是 早早晚晚 得拉清单 好吧 朋友们啊 我们看一看啊 简单的聊一聊啊 这个苏德战争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纳粹德国和苏联的战争 当然啊 德国这一方 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国家啊 芬兰呀 匈牙利呀 斯洛伐克独立国呀 罗马尼亚呀 意大利呀 还有西班牙的志愿军 叫蓝色师团呀 是吧 苏联这一方 最起码蒙古国 当年叫蒙古人民共和国 也派了可能三个团的骑兵参战 其他国家似乎没有 也有也有 波兰 有一部分波兰共产党的军队 跟着苏联人一块 好像编在了白俄罗斯方面军里边 啊 但是当时一开始爆发的时候 有没有这军队 现在咱们存疑啊 苏德战争啊 德国方面称为东方战线 Oster Front 是吧 苏联方面称为伟大的卫国战争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苏联与纳粹德国 及双方盟国之间啊 两大阵营啊 发生的战争 时间 从1941年6月22日 德国开始进攻 至1945年5月9日 德国向苏联无条件投降为止 四年少一个月 零13天啊 将近四年 这个地点发生在德国以东的欧洲地区啊 这个中欧 东欧和北欧的部分地区 后期延展至南欧 德国和意大利啊 就是东南欧吧 苏联人反攻到了巴尔干半岛啊 这个结果是苏军和盟军胜利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结束了啊 纳粹德国覆灭了 还有另外的结果就是苏联占领了东欧地区 就是所谓的国际的几个大的体系 有一个叫做啊 叫做亚尔塔体系 亚尔塔啊 波斯坦亚尔塔体系 并在保加利亚 捷克斯罗伐克 匈牙利 波兰 罗马尼亚和东德 还有阿尔巴尼亚啊 建立了亲苏的共产主义政权啊 还有啊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 这都是苏德战争之后的 后续的结果 冷战开始铁幕降临 是吧 从波兰的德里亚斯特啊 叫什么石窃清 到南斯拉夫的德里亚斯特 一道铁幕开始降落下来 是吧 这个话啊 说的不一定百分之百准 大概是丘吉尔还是杜罗斯说的吧 发表了一个好像叫富尔敦演讲 好像是啊 然后 希腊内战开始 希腊内战最后是亲西方的势力 民主派占上风 共产党的游击队被打垮啊 领土的变更 德国分立 德国变成两个国家分立 波兰的国界变更啊 德国不仅仅是分立 还有他国界的收缩啊 波兰的领土整个往西迁移 把东部白俄罗斯和东部的这个西 西白俄罗斯和这个西乌克兰给了苏联了 补偿了一块德国原来东部的领土 但是总体上波兰缩小了 但是同时德国也缩小了 只有苏联扩大了 所以波兰呢 打赢了战争 他也不算打赢吧 是别人把他从亡国当中挽救出来 所以他的领土缩小了 这跟中国一样 中国表面上站在了 或者坐在了战胜国的板凳上 但实际上靠中国自己的实力 打不垮日本 日本不可能从已占领的中国领土上退出 所以你实力不济 实力不如人 形势比人强 像中国呀 像波兰啊都是夹缝里求生存 所以中国也失去了外蒙古 虽然之前外蒙古事实上已经近乎于独立 当然这种独立是被苏联人所控制 苏联有驻军的独立 但名义上中华民国还是拥有外蒙古的 但是你打赢了啊 所谓的侵略者给赶走了 你反而失去了领土 这是中国和波兰的共同的一些悲哀吧 参战方有轴心国 轴心国这一方啊 轴心国这一方有纳粹德国 有意大利亡国啊 当然意大利到1943年就停战了 退出战争了 并且跟德国人冲突起来了啊 意大利玩了两次 一战二战都这么玩 有匈牙利亡国 霍尔地政权 有罗马尼亚亡国 罗马尼亚亡国至1944年 当苏联人快打来的时候 罗马尼亚军队倒阁了啊 跟苏跟他的盟友德国人干起来了 当时的国王叫卡罗尔啊 实际掌权的是安东内斯库将军 还有斯洛伐克 德国人主持下 把这个一战之后才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 给给肢解了 给分裂了啊 斯洛伐克名义上是独立的 叫斯洛伐克独立国 其实是德国的傀儡 然后德国人把剩下的捷克 好像分了两块 一块叫摩拉维亚 一块叫波西米亚 好像是分了两块啊 我不确定 但是有一个统一的总督 似乎是 还有克罗地亚独立国 克罗地亚叫切特尼克吧 还是叫什么 有一个武装组织 也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的组织 法西斯组织啊 不叫切特尼克还是叫什么 切特尼克有可能是塞尔维亚人的极端组织 反正塞尔维亚也有 克罗地亚也有啊 其实记不太清了 还有芬兰 芬兰到1944年也退出战争了 因为芬兰觉得德国快不行了 另外还有就是西班牙的蓝色师团 因为这个西班牙内战当中啊 希特勒和莫索里尼帮了这个 这个这个弗朗哥很大很大的忙 所以这个必须嘛 做人嘛 有理有面吗 有来有往吗 投之以逃 报之以理吗 投投报理吗 是吧 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丈 是吧 出来混 早晚得还 所以弗朗哥 当然当时的实际上的弗朗哥的长枪党 他的这个右派政权 也是一个法西斯政权 他们也行类似于纳粹那种举手礼 所以这个一宣传 马上就有两三万吧 两三万的西班牙人 很多都是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 参加蓝色师团 一块跟着德国人去打苏联人 打俄罗斯人 那么这是轴心国这边的 同盟国这边的呢 参加苏德战争的 有苏联 这不用说 择无旁贷 有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 有一小批人 有波兰的东陆军 是波兰共产党的啊 还有倒戈或停战的轴心国 有罗曼尼亚王国 1944到1945 还有保加利亚王国 这个1944到1945 保加利亚的王室呢 姓什么呢 姓西迈昂 罗曼尼亚的王室姓卡罗尔 西迈昂和卡罗尔 都是德意志的贵族 还有芬兰 1944年停战 然后对苏联这一方进行支援的 有美国 有大英帝国 有加拿大 有澳大利亚 有新西兰 还有自由法国 自由法国是1943年之后的 那么指挥官啊 这个轴心国这边主要有 阿道夫希特勒 黑特勒啊 他是总司令 他是元首嘛 有这个阿里希 逢曼什太音 有菲多尔逢伯克 有这个威廉逢礼布 有格特逢伦德斯泰特 有哈因斯 古德里安 有 有 Giovanni 梅塞 Giovanni 梅塞是意大利人了 一听了名的 Giovanni Giovanni 就是 意大利人 有 伊塔洛 加里波地 加里波地 也是意大利人 意大利的民族英雄嘛 就叫加里波地啊 有 杨 安东 内斯库 罗马尼亚人 有 彼得 汤米特 雷斯库 汤米特 雷斯库 彼得 也是罗马尼亚人 某某斯库 就是罗马尼亚人 霍尔地 米克罗斯 匈牙利人 这个 菲伦兹 索姆巴雷 也是匈牙利人 有这个 卡尔 古斯塔夫 埃米尔 曼娜海姆 这是芬兰人 还有 埃米尼奥 埃斯特万 英方特斯 这是 西班牙 蓝色师团的指挥官 苏联这边 总司令 是 约瑟夫 斯塔林 有这个 格尔基 康斯坦丁诺 诸科夫 有 鲍里斯 米哈尔诺 斯坦丁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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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里山 达米哈尔诺 华西里夫 斯基 有 尼古拉 菲特尔诺 瓦图 76.7万人 苏联的兵力 268万人 苏联的兵力 不占优势 德国占优势 到1943年 德国人投入了393.3万人 苏联人投入了672.4万人 是吧 那就苏联占优势 大概相当于400万对600多万 是吧 将近1比1.75的样子 差不多是7比4的比例 苏联人7 德国人4 到1945年 德国兵力下降的很厉害 1945年的时候 德国人在苏德战场上 只有196万人 将近200万 苏联人有多少呢 苏联人有641万 641万 大概是1比3.2 至少1比3 1比3还多 是吧 那苏联的兵力绝对占优势了 在20世纪30年代 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在德国取得了执政地位 而英法等西方国家 采取的绥靖政策 则更加助长了纳粹德国的气焰 而此时的苏联的总书记 约瑟夫斯塔林 为实现自己的利益 和德国签署了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该条约有一个秘密的附属议定书 将波兰 波罗的海三国 芬兰以及东欧等国 划分为两国的势力范围 两国给东欧给分赃了 分割了 1939年的9月 德国与苏联联合发动的波兰战役 以及1940年的法国战役之后 德国和意大利 在1940年就很快占领了中欧和西欧 北欧还有巴尔干半岛 1941年的6月初 德国控制了欧洲 包括法国 波兰西部 荷兰 丹麦 挪威 比利时等 16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 并且盟国除了意大利之外 还有匈牙利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那还有斯洛伐克 是吧 还有克罗迪亚 而此时的全世界 到1941年6月初的时候 此时的全世界 只有英国在独自和德国意大利作战 是吧 有的是你像比如说 像美国那会还没宣战 还没介入 是吧 你像这个英国就是独自在作战 而此时 苏联在1939年的9月 苏德瓜分波兰之后 从波兰得到了波兰51%的领土 德国占了49% 波兰 苏联占了51% 从罗马尼亚拿走了南比萨拉比亚 和北部科维纳 从芬兰 他拿走了卡莱利亚 萨拉 雷巴奇半岛等领土 30年代末的苏联 经过十余年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工业产值已经跃居欧洲第一 但是生产品质和人民的生活水准 则远不如纳粹德国 此外 苏联全国也刚从疯狂的大清洗 肃反运动中 正在慢慢的刚刚恢复正常的秩序 在德国横扫欧洲之时 斯大林看到如此强大的德国 必然会威胁到苏联的国家安全 便开始着手采取防范德国的系列措施 将苏联的重工业和军工企业 有计划的迁移到乌拉尔山以东 就是亚洲部分啊 对德国和谈避免刺激德国 稳住东方的大日本帝国 之后通过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 以牵制日本的军队 之后又转变态度 于1941年4月和日本签订 苏日中立条约 建立东方战线 增加战略纵深等等 在苏联的系列的准备措施中 建立东方战线是最具有争议的 在建立东方战线的进程中 苏联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的秘密条款 占领了约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将芬兰 罗马尼亚等国 迅速的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还遭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谴责 且事实上 东方战线在战争中 起到的作用也极其的有限 苏联吞并的地区的人民 大多反对苏联的统治 在德国入侵的时候 有很多民众都发起暴动 赶走苏军 并欢迎德军的到来 德国方面 西线战事的顺利进行 只有英国凭借海洋的优势 持续抵抗 让希特勒感到 有机会腾出手来 对付东边的苏联了 而德国的情报机构 对苏联的大大低估的错误判断 也让希特勒认为苏联 是非常容易对付的国家 便开始着手制定 入侵苏联的计划 巴巴罗莎计划 巴巴罗莎计划 德军计划 集中380万兵力 以闪电战 分别从北中南三个方向 实施迅猛而深远的突击 占领苏联的首都莫斯科 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 第三大城市基辅 在苏联的西部地区 把苏军的主力消灭 接着向苏联的腹地进军 长驱直入 进抵阿尔汉格尔斯克 福尔加和阿斯塔罗汉一线 并用空军摧毁乌拉尔工业区 进而击败苏联 拟定巴巴罗莎计划半年后 苏联浑然不绝 还于1941年的5月1日 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 纪念国际务动节 虽然英国等国和苏联的间谍 多次向斯大林汇报 德国将在1941年的夏天 进攻苏联 但斯大林认为 英国和德国的战争 分出胜负之前 德军还没有能力进犯苏联 他甚至怀疑 这是英国间谍 为了将苏联拉入 对德战争的陷阱 而捏造的 此时 苏联也因为 正在准备 进攻德国的大雷雨计划 苏联也拟定了一个 进攻苏联的 叫大雷雨计划 而没有料到德军 即将进攻苏联 斯大林想 英国和德国两败俱伤之后 他好坐收渔翁之力 没想到 德国抢先打了他 据俄罗斯学者 鲍里斯 瓦吉莫维奇 索克洛夫 出版的 二战秘密档案 俄语版 于2001年出版 中文翻译 于2005年 所描述 斯大林 有一个进攻德国的 大雷雨计划 该计划 还比巴巴罗莎行动 更早策划 只是由于苏联的战争准备 还没有达到进攻的要求 而被德国的巴巴罗莎计划 先行一步 可见苏联对德国的进攻计划 是完全没有防备的 这个说法啊 很多年前我就听说了 就是当德国人打过来的时候 发现苏联也往前线在调动一些军事装备 比如火车上也运载了很多坦克 似乎也要对德国下手 但没有这么快 战争啊 就叫就要蓄势而发 谋击而动 以快打慢 是吧 出其不易 攻敌不备 是吧 三十六计 诡诈 是吧 达成一种突然性 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啊 总参战的人次 只能说人次啊 德国方面是850万人上下 全国的兵役适灵的年龄 从16到40岁约1500万 1500万那投入苏德战场就850万 一多半 是吧 如果是840万就是56% 又多了10万 差不多57% 57左右 是吧 一半多一些的人都投入苏德战场了 是吧 他也是算重视德国人 重视苏联人 因为苏联比较大 是吧 那么苏联方面是动员了2000万上下 那么全国兵役的适灵的16至40岁人口 约2100万 苏联人2100万 动员2000万 百分之九十几了吧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那狗做梦呢 狗有时候做梦啊 是吧 最关键的是苏联人把日本人给稳住了 这是苏联人高明的地儿 也是日本人愚蠢的地儿 然后用于巴巴罗沙计划的作战兵力 德国人动员了305万的陆军 苏联人268万的陆军 部署在西部 编制 德国人是190个师 其中这个陆军是153个师 加三个旅 还有19个装甲师和14个摩托化师 还有37个德国的卫星国的部队 匈牙利的 意大利的 西班牙的 这个这个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的 斯洛伐克的 芬兰的 这个德国190个师 苏联是170个师 加两个旅 坦克德国方面坦克是3700辆 德国苏联就多了 苏联是22000辆 大概1比6 德国人一辆坦克 苏联是6辆 1比6 其中新型的特34 76和KV型坦克 141475辆 大量就是坦克 数量上德国占 劣势 但是它质量好 坦克质量好 不论是机动性还是火力 火炮 德国4.72万门 苏联3.75万门 这个德国占优势 大概5比4 作战飞机 德国人4980架 将近5000架 苏联1.2万架 大概1比2.4 但是新型的飞机 苏联只有1500多架 大量都是旧式飞机 其中部署在和德国接壤的西部战区的 大概是5000余架 那如果你也5000余架 它4900多 那基本是1比1 而且德国的战斗机比较先进 那苏联就不占优势 作战舰艇 作战舰艇是德国是192 将近200 苏联396 将近400 1比2 苏联在数量上占优势 但是它舰艇的数量可能 质量可能不行 当然德国和苏联海军都不行 两国的海军都不行 战争爆发之后 有主要的有几个行动 巴巴罗沙行动 基辅战役 列宁格勒围城战 等等等等 是1941年的6月22日凌晨4点30分 我刚才说4点 4点30分 4点半 共有300万德军 在北起波罗的海 南至黑海的 1800多公里的漫长战线上 发起进攻 分为北方集团军群的29个师 中央集团军群的50个师 南方集团军群的59个师 是吧 这个一共还有4个装甲兵团 153个德国师 和37个其余的轴心国师 共计190个师 300万人 193百万 差不多每个师有 这个 15000人左右 向苏联突然进攻 当天下午 德国 意大利 及罗马尼亚 宣布正式对苏联宣战 然后过了三天 25号 芬兰 对 对苏联宣战 是吧 第二个人 第二个人 有一场 这场 一场